朋友们,我身后这一片池塘,铺满了这个水葫芦,为什么叫水葫芦呢? 因为它的根和叶之间有一个气泡,像葫芦一样,它的学名叫凤眼莲或者叫凤眼蓝,为什么叫凤眼蓝呢? 因为它开的花,有一个蓝色的斑痕,有点像凤眼,像这个水葫芦有它自己读到的一些价值了 比如说它的嫩液和花是可以食用的,第二,它也可以作为动物的饲料,喂猪啊什么的 第三,也可以用它来发酵那个沼气,放到沼气池里面 第四,它在水中还可以吸收一些重金属了,不过要及时清理,如果它枯死以后沉入水底,又造成二次污染 像水葫芦,它是一种复制粘贴性很强的植物 一棵水葫芦啊,在水里面短短几个月能复制上千棵 它的原产地是巴西,后来作为观赏引用的,现在是我们国家著名的入侵植物之一 关于这个水葫芦,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?